世界冠军没座,这是怎么回事呢?今天小编在网上看到这么几张让人心酸的照片,照片上看到国平队员们在地铁上东倒西掰的,看着样子好像很累,最惨的是,竟然连个座都没有。 只能靠墙角蹲着的,做货物铁架上休息的,总得说各种惨状都有,可怜我们这些为国争取荣誉的功勋人员了。 后面好奇的小编了解到,原来他们是赶往参加2018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,因为时间匆忙于9月7日开战,快来不及了,所以我们的国平三大世界冠军只能无奈奔赴赛场了。 这次出战的南队成员有许新、樊振东、方博,他们得先在高峰70段赶地铁,然后再搭飞机,有网友看到那些照片,不禁想到徐征导演的那部人在囧图,现在看来还真有那么一回事。 今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,具体的将行时间在9月7日至16日,举办地点则是在辽宁安山,国平选手们以及来自各省的乒乓高手,也一路陆续续地前往安山准备参赛了。 而晒出三位世界冠军,悲剧一幕的是方博,照片上详细看到许新、樊振东在早高峰10个字气提着大行李箱,冲冲地赶地铁,并写道,从汽车改到地铁,经历了两个小时终于赶到了机场。 在地铁里终于知道什么叫佛山无影角了,从这些言语中可见是感到什么程度呀,没看到坐票的他们三位,只见樊振东无奈地坐在行李架上,正闭目养神,貌似在补充睡眠,看来是早上赶早了,方博自己的举动更为滑稽,自己把自己蜷缩在一团,并且靠在窗的角落上,可能是空调开得太冷了,被冷水吹的, 徐欣也是靠在自己的行李箱,尚明望着窗外的美景,貌似心中思虑万千,估计在考虑怎么面对这场比赛,不管怎么样,都要为他们加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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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